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病菌國的手中無謂多禮 你們大家都很有我心 我先敬各位兄弟一杯 有聲 有聲 今天真是熱鬧 不過 好像不見我那三位結拜兄弟似的 盟主是否說結核菌 白喉肝菌 和麻疹病毒三位 沒錯 我們還沒見這三位前輩 可能他們還沒到 我這三位兄弟 一向都是神出鬼沒的 當年 盟主和他們結拜為兄弟 真是病菌國的佳話 他們所到之處 人類真是民風喪膽 盟主怎麼威 我們當然知道 不過 他三位結拜兄弟的威水史 就很多後輩都不知道 趁今天這麼高興 又兒子一堂 盟主 你不如說說這三位前輩當年的事跡 讓我們的後輩學習一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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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也好 想當年 結核菌老弟他一出動 藉著空氣的幫助 很輕易地進入了人類的氣管 接著還進入了他們的肺道 人類感染到他之後就會輕微發熱 疲倦無力 經常睡覺 食慾不振 咳嗽 有痰 呼吸困難 嚴重的還會覺得胸口痛 甚至吐血 結果變成一個疲惑骨瘦的肺爐鬼 真是好東西 這樣也不算 結核菌老弟最擅長的就是繁殖和傳染 一個患有肺結核病的人 如果咳嗽或者隨地滔痰 結核菌老弟就會從痰和口水道走入空氣 第二個人吸了他們進入身體 就會感染了 結核菌老弟透過空氣一傳十 十傳百 不知幾快就可以傳到很多人了 而且結核菌還可以走到身體其他的部分 好像骨、腸、腸等的地方 造成骨結核 腸結核、腎結核等病 當年殺傷不少人類 真是不說也不知結核菌前輩的英勇事跡 對了盟主 那百猴幹菌和麻疹病毒兩位又怎麼威風 在以前人類有這麼說過 天不怕、地不怕 你最怕、我最怕 麻毒和白霸 染到麻毒周身疹 遇到白霸後會雅 麻毒當然是指麻疹病毒 而白霸就是百猴幹菌 嗯 嘩,好厲害 搞得人又出診又猴雅 是啊 我這兩位兄弟當年橫行天下 真是我們病菌界響當當的英雄來的 盟主 你不如再說多些他們當年行走江湖的事跡給我們聽 好啊 麻疹病毒最喜歡就是偷襲那些 兩歲至六歲的小朋友 因為那些小蚊子抵抗力低 又多數都沒見過他 所以很容易得手 麻毒 他藉著空氣就可以走進人的氣管 然後就可以生存在這個人的眼淚 鼻涕 唾液 和譚然道 不過麻疹病毒會潛伏在這個人的身體裡一段短時期 在潛伏期 由於沒有什麼徵狀 其他人難不提防 所以這一段時期 對麻疹的傳染工作是特別有利 如果這個病人和其他人接觸 或者是用他用過的手巾 玩具 衣服 和器皿 都可能會受到傳染 那麻毒發作的時候 那些人會怎樣 到麻毒老弟發力攻擊這個人的時候 他就會發燒 頭痛 打嗤 一遍 流鼻涕 眼皮紅腫 流眼淚 有咳嗽和咽喉紅腫 最後那些皮膚就會出現小紅點 起初就在耳喉 頸和前額的部位 以後就會蔓延到手腳和全身 總之 麻毒老弟就會弄到他全身都不舒服 還有 麻毒老弟還可以引起其他病發症 像肺炎 中耳炎 百一喉 腸炎和肺炎等等 這些病發症可以致命的 就算診出齊 退消 也要等兩個星期才不會傳染給人 所以麻毒老弟他橫行的時候 那些小孩子就慘了 嘩 什麼麻疹這麼可怕的 當然 對了 那百猴幹菌又有什麼功績呢 百老弟他最擅長的就是放毒 當他走進人的身體那裡 就會躲在鼻子和煙喉部分 然後放出毒素破壞那裡的細胞 這樣那個病人就會發燒 喉嚨痛 精陰沙啞 有咳嗽 吞食有困難 然後有白膜 慢慢那些白膜就會阻塞氣管 在幾天之內病人就會窒息而死 那白膜又是不是好像肺結核 和麻疹那麼容易傳染的 和白膜病人直接接觸 用白膜病人用過的毛巾 食器 或者是吃過他們吃過的食物 都可能傳染到白膜肝菌 所以病人用過的物品都要完全消毒 由於白膜病是急性傳染病 所以患病的人要隔離或是送院 直到病好兩個星期後才不會再傳染給人 嘩 幾乎被人逼得走投無路 沒錯大哥 你們幾位蘇來都很威猛 是人見到你們都怕的 為什麼現在會搞成這樣 快告訴我 讓我幫你們出頭 是這樣的 我結核菌最喜歡在生活環境惡劣 陽光不足 和空氣不流通的地方出沒 誰知道 那天我去到一間屋裡 屋主打掃得不知多乾淨 他們還周不時用清潔劑 或者消毒藥水清潔地方 你知道了 我們的病菌最怕乾淨的地方 令我全身都軟了 然後更慘 原來人類周圍噴了殺蟲水 進行大屠殺 我見到我們的朋友 好像蟑螂 護蟻和蟲子 施橫遍野 唉 沒有了這些昆蟲拍檔幫手 我霍亂菌就很難做 怎麼管 我們都難搞很多 人類真可惡 對了,結核菌老弟 然後又怎樣 我見客觀形勢雖然不好 但是空手而回 會有損我的英明 所以我就 找機會 躲進一個人的身體裡 這樣就行 是呀 沒用的 原來現在的人都強壯了很多 他們身體的保衛細胞 不知道多威猛 我跟他們一交手 都不夠兩三招 就被他們打到頭破血流 那些人怎麼會變成這麼強壯 感冒病毒老弟 沒見很久 霍亂菌老兄 別來無恙 咦,怎麼連雙風菌 和藥疾原毒都來賣 是呀 豈不是我們 豈不是我們 盟主生日 是我們病菌各 一年一度的城市 不來怎麼行 是啊 自從上次老盟主退休的緊急大會之後 都很久沒試過這麼熱鬧 是啊 對了 還沒見盟主 看來應該就到了 我們先喝一杯 參見盟主 祝盟主生日快樂 萬壽無強 各位病菌國的手中 無謂多禮 你們大家都好有我心 我先敬各位兄弟一杯 飲勝 飲勝 今天真是熱鬧 不過 好像不見我那三位結敗兄弟似的 盟主 是不是說結核菌 百喉肝菌 和麻疹病毒三位 沒錯 我們都還沒見這三位前輩 可能他們還沒到 我這三位兄弟 一向都是神出鬼沒的 當年盟主和他們結拜為兄弟 真是病菌國的佳話 他們所盜之處 人類真是民風麻疹預防針 我雖然施展各種絕招 但是都是沒用 還被他彈回頭 傷了元氣 是呀 盟主大哥 麻毒他沒有說謊 現在人類的防疫工作 真是做得很好 連白喉病和肺結核病都有防疫注射 搞到我們幾兄弟都沒辦法 這樣就麻煩了 我找了很久 才找到一個未打防疫針的人 就想在他身體搞到天翻地覆 以造我們病菌國的聲威 誰知道 人類的醫學不知多進步 發明了白喉抗毒素這種特效藥 把我放出來的毒素中和 令到我幾十年的功力進失 身受重傷 真是想不到人類會變得這麼厲害 元帝, 你們好好休息調養 大哥會想辦法為你們報仇 大哥, 你要為我們病菌國的名譽著想 痛擊人類才行 我有分數 不過大家都要從場計議公貿對付的擅拆 一定要賺錢 一定要賺錢 怎麼外面這麼吵 看奏盟主, 大事不好 人類的消毒隊殺到 外面的兄弟已經死傷無數 盟主, 盟主, 你還是快點躲一躲 那大家還快點走為上掌 快點走呀, 快點走呀